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就在这些汉奸当中 却挥着一帮特殊身份的人 就是我们这边的卧底 在战争时候他们接到命令 打入敌人内部 为我们提供有用的消息 在战争过后 也就回到我们的怀抱当中 甚至是成为被众星捧月的英雄 但是这里面就有这么一位姑娘 却因未意外 被定成了汉奸 而且还在奸 劳之中度过了十年 而这个冤婿 他甚至被了四十多年 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个姑娘叫关露 他其实出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当中 但是他却一直都很喜欢革命事业 所以有入侵者之后 他便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当中了 在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之后 他就接到指令 要打入敌人内部 所以 他就进了汪伟政权之中 后来被大使管叫去做了宣传东亚共荣的工作 结果就是这个工作害苦了他 因为这个宣传大使 一直都在大众面前漏语 所以 普通的老百姓不知道别人 却先知道了 他是在为日本人工作 所以 后来战争结束后 他就成了被百姓举报的一个汉奸 虽然在他的上级证明下放了出来 但是后来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却又因此而入狱了 当然 我们可以理解群众对于汉奸走狗的灵容人 但是 却真的冤枉了好人 到了八十年代 终于在调查之后 国家为他平了反顾 然而这个时候 他已经生命垂危了 即使听到了自己终于洗刷了冤屈 也并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啊 毕竟 他已经经历了太多磨难 而且 他也因为病痛 身体上一直也在受着折磨 可能就是因为还背着这个冤析 所以一直都在坚持 平反后没多久 他就服毒自杀了 大概是觉得 在这个世上没什么让他放不下得了 在他的遗物当中 还有两大本厚厚的记录 都是他在潜伏时期经历过的惊心动魄的时刻 而这些不仅证明了他的身份 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抗战资料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2 3 4 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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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8